善待众生才能彻悟人生 大家想一想 现在全世界每天的死亡人数 是16万人每一天 我们没有癌症 没有艾滋病 没有车祸 没有自杀 没有恶病 我们就是一个平安人 有一个孩子 他名字叫平安 他的母亲就叫知足 因为有了知足的母亲 才会生出平安的孩子啊 仅仅在这个世界上的交通事故 每年的人数就超过一百万人 我们懂得一场地震 就几万人就会失去 一架飞机让三百多人 可以瞬间死亡 一列火车可以让一百多人蚕死 一段人生可以瞬间让自己在人间消失 有如车祸 忧郁症 想不通突然自杀一样 想一想 我们很多的亲人 过去都在我们的身边 转眼找不到了 因为他们离我们而去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瞬息变化的世界当中 拥有智慧 去除烦恼 消除业障 这就是我们学博人应该在学博之后所得到的开悟啊 就在2017年 就是今年的年初 冰城 有一天当中 有两名华人 因为忧郁症自杀 一名妇女只有五十一岁 她有一个儿子 一时想不开 结果她就上吊自杀 另一位男子住在八六拜 姓许 四十岁 在树上 上吊身亡 而我们现在学博人 一个有艾滋病的人 在2016年 拜佛 学佛 每天七张小房子 许愿吃素放生 根本不能医治的艾滋病 现在病毒指标 卫灵 完全地康复了 而且她其他的慢性病全部好了 另外有一个河北的女同修 2016年3月 查出了艾滋病 因为她是在输血的时候感染 正好碰上同修渡她 这次去了新加坡的法会 菩萨加持 回去之后 艾滋病就好了 啊 这次来自于公里看看 这次是我的 之前要设计 我的 小服 这次是我的